有一说一做的还挺凯 柿子焦熊古老肉 好多私信让我做 搞一下 它这个只有文字版的 那我们就跟着做一下吧 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鸡熊肉 给它切成小块 等会儿给它搅打成泥 鸡肉加入白胡椒粉 我家只有黑胡椒 盐 葱姜水 淀粉 它这个淀粉也没收多少量 我就是适量 感觉这水分有一点多 倒出去一点点 这些差不多 然后给它们搅成泥 我还没用这个搅拌机搅过肉馅 真的搅成肉馅了 鸡熊肉泥 我有个想法 鸡熊肉不是不好吃吗 那搅成这种泥 煮个鸡熊肉丸 是不是能好吃一点 这口感 给这个鸡熊泥给它盛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竹炭粉 做一个黑色小面团 到时候用来做这个 柿子焦熊的眼睛 什么鼻子嘴 这柿子焦熊是个什么熊 我怎么之前都没听过 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 OK 位子黑珍珠 每次用竹炭粉就在整一手 贼难洗这玩意 OK我们来捏这个小熊模样 我怎么一上来就想整个大的呢 我根本不想捏非常多小的 这个肉泥水分有点多 应该多放点淀粉可以 这个鸡熊肉泥好软 感觉肯定比那个水煮鸡熊肉好吃 小熊头部 加入小熊身体 熊耳 加入熊耳 然后是四个小熊脚 挺简单的呀 这道菜 这道菜没什么难度啊 家人们 说实话 但是对于你这个手法 内心 以及你的这个审美 有一定要求 我这坐着是猪还是熊呢 一眼像猪 我最近不是刚拔智齿吗 别人拔智齿 不是都瘦吗 我怎么感觉 我还有点胖了呢 就别人牙疼吧 人不吃东西 我是啥呢 我饿了 我也牙疼 但是我先造俩指动片 然后酷酷炫外卖 你这能受就怪了 我感觉这个肉泥 真的有点太稀了 这粘手 你长这四个脚干什么 长两个脚不行吗 我这还得揉四个小圈 OK 两个小猪先出来了 再做一个吧 正好我们这个肉泥啊 也没多少 最后整个大的完事 我是在做小熊 还是三只小猪啊 我在想 正好三只 OK 完美 三只 OK 我们来做最后一步装点吧 小黑脚丫子 把我们这个黑色面团啊 给粘上去 它这个柿子胶熊啊 它有个特点 就是鼻子特别大 还有黑色小嘴 也给它加上吧 这什么 这什么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个熊 这么猥琐啊 我跟别人这一笔 是我的眼睛太大了 不对 它眼睛还是大 这个什么狮子胶熊 它必须眼睛小一点 必须是那种 跟芝麻大小似的 你给我下来 重新那个斩 这样的 我怎么感觉 没什么区别呢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到了 它的做法不难 但是非常考验 你这个神美 完了坏了 我的 为什么都是歪嘴啊 完了 它有点像人了 它一像人 它就不好看 没事 最后一个 我给它好好整 我感觉我已经 参透了它的设计理念 就是眼睛要小 然后鼻子 它必须是要什么呢 紧贴住它的眼睛 必须得细细的嘴巴 多给它搓一搓 真吓人 就这样吧 喷点油 给它们刷上油 这张脸也太吓人了 我感觉今天晚上做梦 我再得梦着它 烤箱200度烤个20分钟 它有可能 它们烤完就好看了 这什么呀 这是 跟那个什么熊 它没什么关系吧 但是确实有点 这个熊样 怎么健兮兮的呢 菠萝古老肉 肯定要有菠萝了 但是咱就三个小熊 就少切点的菠萝就行 再切几片小青椒 配个色 锅里来点番茄酱 盐 再来点醋 我们来炒这个汁 来一碗水淀粉 勾芡 菠萝青椒放进去翻炒一下 我感觉这酱汁过于浓稠了 再加点水 最后加入我们的老大 老二 老三 老三脑袋掉了 这个怎么办 这锅瞬间变得诡异起来了 块太大了 支撑不住 不像这俩小玩意儿 它俩小就能粘得上 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出炉了 这个小熊它都是熟的 给它们裹点汤汁就完事 没事 老三 没事 鼻子 老三鼻子 鼻子 鼻子也没了 没事 出锅我给你接上 OK我们来摆个盘吧 老大先出来了 脸上有点多了 老二也安全了 老二也安全了 就是这个老三 他不省心 给他脑袋这块电科波罗 要不然落枕子 这老三怎么像小丑似的呢 鼻子 我找找鼻子 我该锅里头找找你的鼻子了 你的鼻子在这儿 OK 你也活了 小熊古老肉 是不是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有一说一做的还挺可爱 这个可能是你们一家子的命运吧 还挺可爱的 你看这小样 尝一口吧 真不愧是鸡熊肉 就打成鸡熊肉泥了 依然能感觉它很差 来块小菠萝吧 我怎么感觉水果加热这么恶心呢 当然不排除有些比较适合的 有了 把老二跟老三的身体换一下 早知道我不吃老二的头了 我把老二的头换成大绳子 看看什么效果 这块不是还有个小头吗 给他们换一下子 更可爱了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不建议你们在家做 因为这个口味也说实话 不太好吃 鸡熊肉 但是你们要是不听话 非想做呢 我建议你们做小熊 别做这种大的 大的它头跟绳子容易分离 我这个鸡熊肉真难咽呢 OK 本期的小熊料理也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问题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欧伯K 柠檬巴巴路亚 这名字跟咒语似的 搞一下 先来泡一下吉利丁片 10克 整好两片 柠檬巴巴路亚 那肯定得有柠檬啊 这个柠檬先加点盐 给它搓洗一下 给它洗干净 削柠檬皮 我们就用那个削皮刀就行 但是我们只要这个黄色的皮 白色的不要 白色的还是苦的 我之前学面包的时候 每次烤面包之前 我都喜欢削一点 这个味儿很好闻 吉利丁片 泡个6分钟也差不多了 给它拿出来沥干水分 然后我们过重来 250克牛奶 把刚才削好的柠檬皮 倒进去 低温慢煮 牛膜的香气 给它融合在牛奶里头 煮到微微冒泡 就可以离火了 柠檬皮给它过滤出来 这有250克 膜好怕我撑出我了 感觉好少 三克蛋黄 三克 三个蛋黄 15克糖 要是三克蛋黄的话 也太少了 给它们搅拌 搅匀 我感觉搅蛋黄好舒服 然后加入我们刚才 煮好的柠檬牛奶 少量多次 这个牛奶已经冷却了一段 时间 你别刚煮完就往里头冲 那个蛋黄都得让你烫熟了 少量多次 慢慢的边搅边倒 然后把我们这个牛奶淡奶 倒回锅里 全程小火加重 要不然它就变蛋饼了 这一步要一直搅拌 要不然它可能会糊底 它变得这个略微粘稠就行 煮完了直接给它离火 然后加入我们之前 那个吉利丁片 用这个鱼文给它融化 像个大果冻似的 然后我们来打发淡奶油 我用了一盒250毫升 我看那个视频 它是用100克 但是它是4寸母具 我家只有6寸的 所以我多打一点吧 少放点糖 然后我们再加入第二次糖 都加了吧 不加第三次了 这个淡奶油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最好打发的 OK 搅拌到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最近天气太热了 它不好打发 然后把我们那个淡奶液倒进来 怎么感觉有点不祥的预感呢 我这个淡奶液是不是太稀了呀 我看鼻子好像不是这样的呀 看看搅一搅能不能变好一点 OK 它里边有一些大颗粒啊 可以给它这个拍扁 然后再给它混合在一起 变粘稠了啊 现在跟那个缩奶似的 应该是没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 我们再来做个饼干点 把这个饼干 把这个饼干打碎 倒在我的模具里 我这个是6寸两 在模具里头再给它倒一下吧 加上20克融化的黄油 给它拿去冷藏个10分钟 不够 我感觉20克不够 我看别人都用的是奥利奥 我买的是这个粗粮饼干 燕麦的里边还有这个玉米粒 我喜欢吃这种 就这种很香越嚼越香 你可以用您喜欢的饼干 OK 最后一步 倒入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玩意儿 糊糊 拉丝 正好 你看不看到这个量 这个量是正好 我是没想到的 震出气泡 但是我这个表面 好不规整啊 好丑 这怎么办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我怎么可能这样呢 60克清水 10克糖 来点柠檬碎 再加入热水融化的吉利丁片 差不多三克 给它们搅和融化在一起 我们做个柠檬淋面 必须是这个追求完美 OK 给它淋在上面 哎呦 What the 我不淋了 不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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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淋了 不淋了 哎呦 会不会是我这个做的太稀了呀 啊 就这样拿去冷藏5个小时 Lay down OK 家人们冷藏好了 来给拖个门 我看网上 他要拿这个吹风机啊 给它四周吹一吹 它就好拖了 果然好拖了 很顺滑 拖下来了 边上它有一点这个不光滑 但是我觉得很棒 好像是成了说是 但是它表面确实不光滑 我们给它点缀一下 给它点缀一下 柠檬片 哎呀 家里也没有薄荷叶啊 但是有生菜 有小生菜 哎 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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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小蛋糕似的 话不多说 我们来尝一下 我给它切一下 哇 很远 很远糊 哎 不要这个盘了 底下有一个小托盘啊 这个盘不好切 哦 底下是有这个巧克力底的啊 饼干啊 饼干上哪来的巧克力 它这底下还有个底啊 不是直接接触桌子的 先尝一下我这个饼干底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饼干很好吃 嗯 这个饼干也一股柠檬味了 哇 柠檬饼干很怪 怪好吃的 直接来一口这个 巴巴路亚 嗯 很轻盈 我感觉它应该吃起来 不会这么轻盈 但是我做这个非常轻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奶油打多了 我奶油打多了 我们一开始说 我看那个叫程是四寸的 但是我是六寸的嘛 所以我奶油打的很多 但是我奶油打多了 前面那个蛋黄糊 我做少了 就导致它整体这个奶油占比 是很高的 它不比配了 这玩意吃起来有点像柠檬豆腐脑 这个做法确实很简单啊 它用不到烤箱 唯一的难点应该就是 那个冲蛋液那块 温度掌握不好 容易把那个蛋黄整熟了 如果你是个小白的话 那可能打那个奶油也挺难的 因为最近天很热 容易打不起来 我一开始在家做甜品 这个奶油就打不好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这次奶油打的怎么样 但是反正做出来了 柠檬巴巴路亚还不错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欧波K